聚集全球各地台商精英的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由第23屆總會長林建松 率領全球各大州代表回國訪問 並拜訪僑委會 訪堂成員都是在全球各地 努力打拚的臺商 但他們都暫時放下手邊繁忙工作 一起回到臺灣 表達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 他們也從自己對全球經濟 以及臺灣政治情勢的觀察 向僑委會提出建言 全球各區域台商會 在每年的六七月間召開大會 並改選新任會長幹部 因此世界臺商會聯合總會 都會在七月間邀請所有新出爐的 六大州會長與代表回國訪問 除了將新面孔介紹給大家 也藉著拜訪各政府單位的機會 將全球各地台商對於趨勢的觀察 帶回臺灣 期盼能為臺灣的未來駐一臂之力 今年回國訪問團成員一席 約四十人由總會長林建松擔任團長 拜會了行政院交通部等政府部會 並拜訪了僑委會與委員長吳欣欣進行座談 吳欣欣親切地與訪問團成員問候 在致辭時吳欣欣表示 僑胞是國家在海外力量的延伸 不論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能感受到台商朋友的熱情 僑胞是我們這個國家在海外力量連升力量的擴散 那委員長親自感受到這種這種感覺 不管到地球任何一個角落 都會有我們商會的 我們的台商朋友 那麼會來這一個 來歡迎委員長也好或來照顧委員長也好 事實上委員長還有我們副委員長出國 都是讓我們的很多我們的僑胞我們的台商朋友照顧 此外商會成員多半擁有成功的事業 在僑居地有一定的影響力 委員長吳欣欣也特別感謝台商朋友 成為政府的外交親善大使 為行銷中華民國盡一份心力 那不管是這個外交上的 替國家來穿針影線 介紹你們的人脈 引進你們的人脈 或是把你們的人脈 介紹給政府來運用 那麼而且在當地國 也是我們國家最重要的欣善大使 在每一個國家都在行銷我們台灣 行銷中華民國 由於世界台商總會近期發表了兩本 台商經貿投資白皮書 探討越南以及泰國的投資環境 因此座談會中討論最熱烈的議題 就是成立世界台商研究中心 我們也再次請求 世界台商這個研究中心 如果有機會成立 不只是讓我們白皮書的書寫 能夠繼續持續下去 來增進我們台灣 跟我們投資國的關係 所以另外當然 世界台商研究中心如果成立 當然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去做 包括我們要了解台商的分布 投資跟著就業的情 跟創造多少的就業 總會長林建松期盼 逐步提升台商會的功能 透過成立研究中心 持續就全球台商與投資環境 進行研究 並期盼這個計畫 能夠獲得相關單位的支持 台灣宏觀電視張知晴 呂盈林台北採訪報導